第四十八节课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复习一下张姐和我们讲过的内容 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说表示原因的这个kodula 这个kodula呢常用于口语之中 它表示原因跟什么一样呢 跟这个mian的意思是一样的 表示这个假设的啊 表示假设关系的什么什么的话 那么它最后呢要以什么来结尾呢 常用这个请求拜托命令请诱等等的这样的语气来结尾 比如说haseyohera这样的这个结尾才可以的啊 那么它呢常用于口语中表示假设关系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怎么翻译呢 有什么事的话呢就请联系啊 那么musi li musi li i ta musi li i go to lan yala ke la 怎么说呢 musi li i go to lan paro yala kara 那么这个呢还常用于什么呢 用于这个长辈对晚辈的一个说的方式 所以经常用什么呢 he la 什么什么he la 这样的形式啊 那么 i li i ta i ta 的后面呢加这个kodula 就表示什么什么什么的话啊 那我们再来读一遍 musi li i go to lan paro yala kera 那么我们还学过第二个语法呢 叫什么 i什么ju啊 那么动词呢 后面加什么呢 ki ga musubge 什么什么ki ga musubge i什么什么就什么什么 那我们看一下 门刚开呢 客人就进来了啊 那么 musi li da musi je ki ga musubge musi de je da musi musi de je ki ga musubge 怎么样呢 sum nindri tero watta sum nindri 表示客人啊 那么这个客人呢 就tero watta 进来了 那么 打开门怎么说呢 musi de je da musi de je da 后面呢 加这个kiga musubge 表示呢 刚怎么样啊 意怎么样 就怎么样啊 门刚开 客人就进来了 那我们再来读一遍 musi de je ki ga musubge sum nindri tero watta 这个就是我们上节课 讲过的两个重要的语法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来继续讲语法 一个是什么呢 表示 ge ta ni 表示呢 将会怎么怎么样 那么第二个表示什么呢 kima ha da 表示呢 紧紧的意思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ge ta ni ge ta ni 表示什么意思呢 说是会怎么样 说是将会怎么怎么样 那么他这个get get表示呢 是一个将来诗 后面加这个ta ni 加ta ni是什么意思呢 表示呢 一个这个提示作用的意思 get跟什么一样呢 这个ge ta guhani get的意思是一样的